在2024年加拿大全國武術選拔賽上 年僅13歲的楊君謙憑著一股不認輸的拼勁 成為比賽中的焦點 現在請來楊君謙和他的教練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比賽的經歷和訓練心得 我剛剛去的是加拿大全國五數選拔賽 然後我獲得了刀樹第一名 長拳第二名 棍樹也是第二名 然後我就選入了加拿大隊 加拿大隊是全加拿大第一跟第二名會進加拿大隊 可以去世界比賽比賽 君謙這次去多能多參加這個全國五數選拔賽 他在去之前的前兩週 不小心就是訓練的時候就把膝蓋傷了 而且傷得是非常嚴重 當他在旁邊看見其他的運動員 都在超發揮他們自己的水準的時候 練習這些的時候其實他是非常的低落 我們就問他那你要不要參加比賽嗎 還是你想要放棄 然後他當然是想都沒想的時候絕對不放棄 很多的練習武術的孩子他就有這種意志品質 他就是這種冰淡而上有不服氣有不服輸的這種精神 就孩子來上課 第一個學到的就是尊師重道 一開始一上課 直接就是一定要先跟老師取公 學習尊重支持 尊重別人 最重要的是就是學了有責任 然後自己很誇張 就是說你贏了那你不要跟別人說他們念得很不好啊 這些要鼓勵他們 或者你輸了的時候那你也可以不要很不開心 就是可以跟第一名的或者別人那些比賽的那些人當朋友 去世界比賽可以見到很多練得比我好的 然後可以交交朋友 然後也可以自己進步然後進步練得更好 接下來楊君謙將會代表加拿大出戰 在汶萊舉行的第九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錶賽 對於他來說這次的比賽 不單止是面對全球頂尖武術選手的大挑戰 還是一個展現他不認輸的精神 和出色功夫的好機會 雖然前路充滿未知和挑戰 但我們相信 憑著他的堅持不懈的努力 和對武術的熱愛 他一定可以再創佳職 為加拿大爭光啊